大家好,回到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我們的話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可以給電郵我們 電郵地址ask.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換到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员 軟寫先生的旁邊,Harry,你好 你好,Jeanette 先聽聽電話,李小姐 是,李小姐 是,李小姐 喂?是不是李小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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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想問,81我有貨的 8.67 那現在怎樣好呢? 如果我想再加注什麼呢? 明白,好,8.67 現在來講可能都在捱價 股價方面呢? 今天暫時升了2% 去到7.58的水平 如果現在交貨是否一個好的自己呢? 是的,如果你說交貨的話 其實本身呢 就是,中國海外弘揚 其實本身的股價表現呢 就是在近排足足底 在7.21的水平當中 其實本身呢,可能 現階段都真的要捱多了 我不建議交貨 因為呢 現階段來講 特別是見到 就是,內地不同的城市 都繼續是出一個 就是,房橋一些的措施 那見到,就是 一些的房價指數 繼續有上升 那我相信 就是那個的政治 那個的 政策風險呢 都會繼續圍回到的 那對於 那對於 如果你說 在7.21觸底的時候 那股價會彈上去 8元的 我想起碼都8元這些位置 就是20天線左右 那看一下本身 8元這些位置呢 會不會先說 先走一半 我覺得呢 如果以本身內房股來說呢 可能真的要看那個 本身買一些 大隻少少的 或者是 那個政策風險 慢慢地降低 才見到股價 有一個回升的動力在那裡 好,還有其他東西呢 黎小姐 688 我有貨 688 19.74 19.74 好,恭喜先 賺錢去到22.9 今天來講 繼續升 升超過1% 但都留意到 剛剛出了的數據 講開內房方面 70大宗城市的樓價 連續11個月上升 當中看到北京和上海 在11月份來說 新樓的價格 同比增加有16-18% 那麼多 驚不驚有調控 如果你說調控 其實一直都害怕 黎小姐 你媽媽和兒子都買光了 其實見到 媽媽的股價 買得挺低位 近來的低位 買得挺漂亮 看看本身的股價 我覺得 如果你說買大隻的內房股 中海外自然是首選 股價表現 我相信會有機會 試一試二十三個半 這些位置 這也是一眾不同的平均線 聚焦點 試一下在這個位置 沽出獲利先 我自己不搏 二十五元的高位 始終 政策風險 主要的風險 就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房產稅 現階段來說 我會覺得 個別的一線城市 可能會有機會率先試點 未必是一次過進行 所以內房股 以本身中海外來說 我覺得不是很擔心 暫時去到二十三個半 這些位置 看一看兒子 本身中國海外雲陽 那個股價表現 可能在看著一點 1109 我又有貨 買了很多內房 三隻都是 來小聲 是啊 我19.7 會不會有機會再上升呢 如果你說1109來說 我都會高一點 但是 本身的股價表現 現在都是在大概 19.3 19.4 這些捉了底 現時看上去的話 我會覺得 有機會會上升二十個半 但是 如果你這麼重倉內房股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覺得 本身 那個調控政策 可能 特別在地方政府那方面 會繼續出台 但是 大隻那兩隻 我見你都買的價位 買得挺漂亮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 反而八十一號 你們在看著一點 應該這個問題 不是太大 OK 留意就是八十一號 多謝麗小姐的電話 下一位 楊小姐 你好 中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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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你 中海油田服務 和中饕環保 調整到什麼位置才能進入呢 好 未有貨是不是 是啊 好吧 283 中海油田服務 暫時來說 偏遠跌一號 只報23.05元 這個股份來說 都想部署回 因為近來都有輕微調整 什麼價位 會不會再下跌呢 下跌的話 不要 本身下跌的價位 我相信回調幅度 不是太大 因為先說中港油田 本身油田服務的順利 或者需求方面 繼續有調升 你會看到股價 其實長線都是走高的階段 我自己會看到 楊小姐 不妨看看五十天線買不買到 大概在二十二個半這些位置 你後低買不是太多水位 這隻每逢有回調 我看到買盤也挺多 所以現階段 看回二十二個半 你中線放的 放上高位二十六元 作為目標價 以現階段來說 其實中海油好像被人質疑 它本身的產量 或是目標 未必能夠達到 但是中海油田來說 其實這個本身 它自己的客戶 不只是中海油 本身在這個範疇 或者是未來的需求 都繼續有個上升 我都會覺得 這個股價表現來說 你後低買入 看看五十天線 大概二十二個半 就補一補二十六元這個位置 OK 問環保股 中東環保1363 是 中東環保來說 本身 其實我會覺得 股價浪了在三個六樓上 都一陣子 幾個交易一 見到 在這個平台上面 如果你想後低買入 我就建議 你可以看一下三個六 這些位置買不買到 環保概念股來說 依然都是有資金追捧著 所以我會覺得 三個六的時候 你博一博四元這個位置 始終股價已經升了 一陣上來 所以 你的目標價上面 如果你是三個六買 就不要定得那麼進取 我定大約一成左右 要先行就科 好 幫忙到你 楊小姐 喂 OK 不要緊 楊小姐 電話卡了 不要緊 我們等其他家庭觀眾 打來之前 我們都跟進一下 一些移動股份 我找到股份 越跌越多 暫時來說 跌近有9% 就是青蛙王子 1259 這就是前景 好像轉差 連續烏好的日 有個陰燭的出現 怎樣看這個股份 現在說 有些不利消息 說他們管理層的CFO方面 好像避見一些基金股東 是否解釋不到自己公司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這些不利因素 都會繼續前要這個股份的前景 如果你看回青蛙王子來說 我相信市場給他們的信心 都相當之動搖 其實現階段 也有消息說到 CFO也是避見基金的股東 其實本身 盤數方面 看到先前有股份機構去追擊他們 其實看到 雖然集團寫了幾個版紙出來 去澄清 但是最重要的一些 例如稅項方面的事項 沒有特別有一些數字出來 或者是一個比較詳細的解釋 去解釋究竟股空機構 究竟說得對不對 所以現階段來說 看到股價都是一層百踩 自從大跌 由6.76大跌下來之後 4元以下 現在一跌跌到2.6這些位置 在技術走勢就不用分析 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股價可能會繼續有一個股壓在那裡 大家拼的時候就不要拼這隻 始終一排概念政策股來說 其實市場已經沒有熱炒到 以本身 青蛙王子盤數 還要被市場質疑是一盤假數的話 我覺得股價可能會試到 甚至是兩元以下 所以現階段股價表現來說 大家不要趁低位去撈貨 說一鞋放寬一鞋政策 現在也看到單獨兩鞋 之前一些兒童用股股 或者股業股炒動是否火力 現在這個勢頭 還能否延續呢 如果你說不要看青蛙王子 這次的基本片就比較差一點 有哪幾隻大家都可以留意 在這個版塊方面 這個版塊來說 大家都會看回好孩子 或者1044行安國際 但是好孩子來說 剛才我都說到 其實最近資金不是很熱炒的 本身我見到 例如1044行安國際 之前推完之後 都倒下來的股價 其實如果你說現階段來說 我想要進一步的一些政策消息 再去出台才會刺激到 以現階段來說 例如說說行安國際來說 你中長線之選 你90元以下買都是穩陣的 但是現階段 純粹是一個政策面來說 可能是下個禮拜 真的會推出 在哪個省哪個省推出 而本身令到股價有刺激作用 機會真的不是那麼大 我會覺得以行安國際來說 始終都是指尿片 或者是衛生巾市場 繼續是一個中長線的發展 但是股價表現要回到 例如100元這些位置 可能真的要出回 明年三月的時候 出回全年的業績 才會見到股價有個抽升 另一方面 1086好孩子來說 大家都會留意 他們本身的業務 其實很多都會消去國外 國內有政策來說 對於他們來說 是純粹一些概念的炒作 所以我建議大家 因為股價少著搏 可以搏一會 但是如果你說本身 在業務上有一個實質的帶動 我相信股價表現 其實都不會反映到 好 講到1044行安國際 最近股價也做得不太好 大行的中金方面 將行安的投資評級 由持有去減遲 目標價是83.2 主要就是考慮到 行安下半年的鳥片銷售增長 按年會跌1% 都令市場失望 所以評級相對來說 都比較失望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講的固分 Harry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 謝謝 休息一會 待會繼續直播環節 如果有事想問我們 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 204-6566 待會再談